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来 来咱们继续学习 第二小节员工招聘 员工招聘呢 这个知识点特别好理解 在理解上不会有太大问题 我们唯独需要老师给大家指出的 就是哪些容易考 哪些呢 看一看就过就可以了 有关员工招聘的含义 那不就是企业通过一些手段 把他需要的人才给招聘进来吗 所以这个含义 不会有学员填错的 那么员工招聘对企业来讲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是可以出偏一点的多选题 我需要大家熟悉 首先我们需要的这些人才 我们的不同的职位 通过员工招聘 可以找到合适的人 那还可以改善我们的员工结构 改善员工结构 同时可以树立好的企业形象 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是通过一个成功的员工招聘 是不是也相当于是把企业信息 企业的形象向社会进行展示的一个过程 对吧 你这个企业形象好 你自己本身企业发展是顺畅的话 那么就能招聘到更多 你比较需要的人才进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宣传过程 树立好的形象 那同时通过其员工招聘呢 节省你的开发培训费用 把一个业内的 我们讲了 怎么讲呢 业内的这个好手啊 干活的一把好手 你要招进来的话 你不需要对他再进行培训了 快速能够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 展开工作了 来 员工招聘的原则 这些条框化内容 都是需要大家掌握的 第一个是信息公开 那你要招什么 什么样的工作内容 薪酬男的女的工作地点 你是不是都得写出来呀 要公开 公平 公正平等 公正平等呢 只是从我们去 专业性的角度来介绍啊 实际当中 实际生活当中 有一些的这种工作职位的招聘 它不一定就是公正平等的 所以呢 这个地点大家知道 区分一下 公正平等 是将所有的这些应试者 应聘者 咱们都应该一视同仁 给他有同样的展示自己的机会 还要效率优先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你在招聘过程中 你有不同的招聘渠道 所以我们在这个公司 进行招聘的时候 你要进行 真选 我花多少钱 能够办 同样的事 所以肯定是要花费最小的成本 达到最好的效果呀 双向选择 企业在选人的同时 其实人也在选企业啊 所以这个原则大家注意了 充分尊重求职者 好 那么这个原理 人港匹配原理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的 这个呢 是17年教材新添加的一个部分 请大家注意 人港匹配是什么含义 这是从两个方面来介绍的 一个是人事起岗 就是啊 这个人员应该满足岗位的职责要求啊 你的知识 你的技能 你的才干 能够完全胜任这份工作 比如像庞老师这样的网络授课的教师来说 我自己本身就应该对课程非常了解 那我既然是进行应试教育的 那么我们就要清晰他考的时候要考什么 这是我的个人的能力 这是我的知识技能 对吧 我教授工商 那我自己是不是对工商管理 你也得有粗浅的认识 否则你拿什么交给学员呢 所以这是你职工的他的知识技能 是能够胜任岗位要求的 那同时这个岗位你提供的报酬 是我个人期望所能够相吻合的 那你看看 本身这是对岗位有要求的 举个例子 我们反向来说 对于这个授课的课程 这个教师职位来讲 你对人员是有要求的 但是你给出的薪职 如果薪酬太低了 那你能不能吸引到合格的 就是有专业水平的这些教师 来担当这个职位呢 你就吸引不了 所以这叫做人是其岗 那么还有港德其人 港德其人 因为一些岗位的特殊性 那我们这些岗位是需要有专业的人的 对不对 你要求的知识技能才干这些人员 那我现在在干这件事的 希望是能够这个岗位所需要的 应该可以具备 而且要达到这个要求的 港德其人 那么只有岗位得到了他需要人 需要必备的这些知识啊 能力啊 技术啊 他的人员来担任 那同时人自己本身也能适合这份岗位的工作要求 而且你的薪酬跟我们的心理价位之间是平等的 这里的一种劳动合同关系才是最稳定的 才是最稳定的 否则就会出问题 否则就会出问题 所以啊这里面进一步解释人港匹配两层行业 要求人员素质 你得跟上 对吧 根据岗位要求你的人员素质要跟上 第二个 你的工作报酬跟你员工的工作能力应该相匹配 你要应该相匹配的 所以这也就是如果不匹配 我们说的就会出事 会给你的人力资源工作 后面会影响你的工作 会出什么事呢 你这个岗位工作要求非常严格 但是你给出的工作报酬非常低 就会使得你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心思干活 没有心思干活呀 你的岗位吸引力就直接下降了 对不对 你的工作绩效 我们既然有些人家还不是经常现在说吗 现在有一些中层人员的话 他既不敢不干 但是干起来又心有不干 怎么办呢 那我就降低出勤率呗 我的经验度 我的满意度都在下降 我的工作绩效在下降 我就偷工减料啊 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管理上的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 所以我们在进行岗位搭配的时候 岗位培训的时候 招聘的时候 这些内容是不是都应该相应的要杜绝 那我们看 在员工招聘的时候 它的程序 这个程序啊 咱们前面介绍的一系列的管理工作 哦 其实各个章节 学习下来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种管理工作的程序 都已经摸出一个大概了 先来搞计划 然后来拍定决策呗 然后再选择招聘的渠道 选择我们的招聘的方法 那这里面说一下啊 选择招聘的渠道 因为你对象来源不同 你的渠道可以是内部的 可以是外部的 这是指渠道 也就是你要招的这些人啊 你大概要从哪个方向来 你是自己公司内部在来挖掘 还是从外面吸收新鲜血液 那么所谓的招聘方法 方法呢 那本身来讲 信息的方式途径 就是你 你是想用 我们后面也会给大家介绍 具体的招聘方法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是想用电视打广告啊 还是网络招聘呢 还是发放招聘的报纸啊 等等 这是用不同的招聘方法 然后就是发布信息 这些发布信息的原则 我们说了 应该偏一点 非常偏的多选题 有可能点到 看一下就行了啊 然后这些渠道 说了有报纸啊 杂志啊 电视啊 电台啊 越来越多的 还有网上申请 然后我们在收集资料 最终呢 我们通过甄选 筛选出来 选择合适我们企业的这些人员 来看一下员工招聘的渠道 刚才有提到 有内部的 有外部的 那我们来看看 内部招聘的含义 内部招聘含义 那不就是 有岗位缺乏的时候 有职位缺乏的时候 我们从自己公司内部 挖掘出合适的人 让他来胜任 不就行了吗 内部去选 那内部招聘的形式 一定要分清楚啊 一个是内部晋升 一个是职位的转换 你从名称上就能看到 晋升 升嘛 那就是从原有的职位 你看是平行移动 还是有所提高 升一定是有所提高 所以是升职了 升职加薪在一起的啊 这是晋升 也就是从企业内部 那么从原有的 一个层级的工作岗位中 找到合适的人 把他提到 更高一层级的工作岗位当中去 那这个时候呢 一定是有一个升迁在里面的 有一个提升在里面 而职位的转换就不是 职位转换 是指两个工作之间呢 他们没有就是工作的 这个职位高低之分 没有工作是高低之分 只是说从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 如果出现空缺了 那我就找一个从不太重要的职位中翻一个人 找一个合适的人 让他来胜任这个稍微重要一点的职位而已 但是他们这两个职位之间 他有没有一个高低之分呢 没有 只是一个稍重要 一个稍次要而已了 那我们内部招聘的优点 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大家都是一个企业的 我们的人员配置 人员的结构 你很清楚 工作流程你很清楚 是不是上手就非常快呀 而且企业内部对你这些相应的员工 是否胜任这对应的工作 那一清二楚 对不对 一清二楚 一个是人能快速的适应港媒要求 另一个是企业自己本身 他的这样的一个内部招聘 能够快速达到目的 快速达到目的 因为你对内部人员 他的一个具体能力 都是有所了解的 所以一方面 还有一个呢 你看你给人呢 提供了晋升的机会和空间 让大家看到了 我可以在你企业发展成长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减少人才流失啊 那同时 你看这写了 你对管理者 对这些员工 你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我都很清晰 所以可以降低 误用和错用的这种几率 而且还减少招聘的 这一堆麻烦事了 招聘你不得花钱呢 你不得花人工啊 你们的这些管理人员 是不是得一个一个 去对这个应聘者 去进行面试 大功夫 大精力 还可以提高员工 对企业的忠诚度 提高忠诚度 你看我给你发展的空间 给你发展的机会 让更好的去进行研发销售 也可以有助于企业挑选 培养各层次的管理人员和未来的接班人 培养属于你自己的骨干队伍 当然内部招聘是不是也有它的不足 这容易出现本位主义啊 你看啊 容易导致近亲繁殖 谁跟领导走得近 谁特别是有一些单位呢 谁会呸马屁 谁就咔咔咔往上涨 你虽然有工作技能一把手 但是脾气臭啊 脾气大 那好嘞 百年都不用你 所以呢 他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你在选人用人上面 视野就会逐渐狭窄 对吧 他专门就选他的亲信 那这就会出现问题 而且也不理于工作创新 大家都是多少年的工作同事了 有点什么能力 有点什么想法 都耗尽在这个工作当中 那你内部晋升职位转换 会有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是什么呀 你原来的工作 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把这个萝卜拔起来了 凑到那个萝卜那个坑里面 那你原先的那个坑 不就出来了吗 那一样的 还是有一个职位的空缺 你又得找人来填这个原有的坑 而且也会导致内部部门之间 员工之间出现矛盾 为什么你升了他 你不升我呀 咱俩关系 我俩的水平 我觉得我比他还强 凭什么你不把我拉上去 你把他给扯上去了 那一气之下 很多企业的员工还怎么样 我辞职了 我不干了 有这种可能 你协调不好 对吧 直接降低他的工作效率 而且也失去了你选择外部优秀人才的机会 这都是他的优点呢 缺点呢 我相信混合在一起 各位学员是可以进行甄别的 哪些是优点 哪些是缺点 那么第二个渠道就是外部招聘 这也是很多企业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从外部 吸纳 广纳良才 那外部招聘 从外面找吧 那他的形式 这就各种了 你是打媒体广告啊 你是电视上做广告啊 你是发报纸啊 是电台啊 那现在更多的是网络招聘呢 还有一些呢 中介机构招聘 直接把人力资源招聘的这项职能 我外包了 还可以去找一些猎头公司招聘啊 或者是你自己企业内部人员 哎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能力行 你看看能不能啊 把他推荐过来 或者是申请人自荐 自己 哎 我们投发简历 到公司当中去 我愿意为你这个企业来效力 等等 有关这一些 那咱们就快速过一下啊 媒体广告最常见的 那么人才招聘会 确实也有 那么现在很多人才招聘会啊 会一些非常集中的形式 对不对 你像一些大中院校在毕业季 会集中开这种毕业生的人才招聘会啊 大型的综合人才招聘会啊 等等 校园招聘 途径 这个大概看一下 我可以设立奖学金的方式 来招聘人才 这个奖学金的形式呢 就是 举例来说 有一些大型企业 特别好的一些企业 那么他一开始就有这种意识 在高校中吸引高 这个高素质人才 那我们就 在这个学校当中设立 以自己企业为冠名的奖学金 你获得了我的奖学金 你拿到了这个奖学金呢 那我们就会给你资金的资助 以此作为交换 就是你毕业以后 你得到我公司工作几年 以这样的一种形式 还可以开展校园活动的形式 到校园去开展台 招聘 这个好的人才进来 当然他有不足 因为怎么样啊 这些学校的应届毕业生 面临着很多的这种选择机会 真正好的人才 他不愁找不着工作 所以就有可能跟你答应了 有合作意向了 可能真到人家毕业了 人家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不对 还有中介的 好 在猎头公司招聘这注意一下 猎头公司招聘 咱们这个教材呢 相应而说 信息量还是比较老旧的啊 它是专门为企业物色 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是高级技术人员 这个是非常有指向性的 猎头公司招聘 但是为什么我说 这个信息有点老旧呢 那是因为现在猎头公司招聘 已经越来越广泛化 普遍化的一种趋势了 你不一定是高级管理人员 你一样的能接到猎头的电话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呢 万一真考到了 脑子里有一个概念啊 人员的推荐 我们不再说了 概念我刚才说了啊 优点 比较了解了 候选人一旦雇用的话 你就是因为顾及到 介绍人的关系 会更加努力 缺点呢 可能会形成小团体 大概了解一下 申请人自建的网站招聘 且网站招聘 现在是用的越来越多了 那外部招聘 优点不足 这个是很容易跟内部招聘 混合在一起 要求大家对概念要非常清晰 它的优点 首先给企业带来新鲜的空气 对不对 你有新的想法 新的工作的效率 新的工作的习惯 甚至有些新的客户 都能给我们带来新的解决方案 而且我可能通过外部招聘 你内部的这些员工呢 要求我们要求涨上来 涨上来的话 工资也要翻倍 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 那好了 我们通过外部招聘 直接空降 可能这个收入 我公司来讲 我开给这个人的收入 都还不一定那么高 但是他还一样的 能完成工作任务 可以使企业快速招聘 到我需要的人才呀 你内部可能找不到 特别合适的这样的人选 缺点 你的外部招聘 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 就是因为通过招聘的过程中 我对于这个人可能能力是有了解的 但是这个人是否符合我们企业的要求 这是两说 而且呢 因为大家接触的时间短呢 你对这个人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比如说他的口头表达能力特别强 所以他展现出来的这一面显得特别好 但是真进来可能跟我们的企业有点水度不服 所以呢 会有风险性 而且也会给内部应聘的员工 他的积极性受到打击 我努力了半天 我一直是为了这个职位在竞争的 但是现在你突然空降一个下来了 我心有不甘呢 而且新员工是不是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 调整期 你得熟悉工作流程 熟悉人员 熟悉我们的工作组织架构 等等等等 而且招聘的时候成本高 这里的成本高是指 你得拿广告吧 你得去联系这些招聘的渠道吧 然后你的人员 你的领导要一趟一趟的去进行应聘 那现在很多招聘的结果是 我不一定能招到我合适的人 所以招聘的成本也高 这是优点缺点 那么内外部招聘 你肯定就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 你找到一种平衡 什么样的职位适合内部的 什么样的职位 何必搞内部的呢 你外部招一个人来好不好啊 所以啊 不同的情况 你在快速发展的时候 当然是外部招聘 快速发展 我们的人员 这个膨胀系数是非常大的 有些企业可能最开始 成立之初 才一二十个人 没到一两年 几百个人呢 所以像这样的话 你自己内部来培养 哇塞 那你得培养到什么时候去啊 所以快速发展阶段 外部招聘 你是到成熟阶段了 你就放缓 会怎么样 可以用内部啊 还有啊 你要针对你自己内部的人力资源情况 招聘的目的 现你的诱人观 所处的外部环境等等 都要考量进去 所以这些信息量不是太重要 而且跟我们的日常 你的理解上不会有问题 我们讲的速度会比较快 来看一下模拟题 关于外部招聘的优点 下面说法 错误的是哪个 给企业带来新鲜空气 注入新鲜血液 没问题啊 为企业招聘到优秀的人才 可以啊 能够使企业快速招聘到 所需要的人才 可以啊 由于外部人员的优秀 减少了企业的培训费用 这个不对吧 你外部人员再优秀 每个企业有你自己企业的风格 有你的工作环境 有你的工作流程 你外面的人进来 你怎么着 你得先熟悉一下呀 那这个熟悉的过程 比如说财务报销的流程培训呢 我们的员工 基本的这些 一些信息的培训 所以怎么能够减少 你的培训费用 增加了你的熟悉培训费用啊 所以这个说法不对的 错误的谁呀 选项第一嘛 好 那我们员工招聘中 常用的测试方法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啊 也就是我们在应聘的过程中 如何来判断这个人 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 两大部分 一个是心理上的测评 心理上的测评 就是对心理素质 还有它的实际能力进行测评 那我们介绍了有好几种测评 这几个概念很容易混淆 特别容易混淆 相当于是为了这种文字性的强加的给你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需要大家实在不行的话 逐字逐句的去死磕一下 好不好 因为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考核的角度来讲 就是纯文字 原文考核 给你一段文字 告诉你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测评 你要区分开来 第一个是成就测评 成就测评啊 是鉴定一个人在某一方面 我经过学习了 经过训练之后 他的实际能力水平高低 我给你学习的时间 我给你培训 给你训练 然后你实际能达到的水平 这就是你的成就测评 第二个是倾向测评 倾向性的 是指一个人的潜在能力 潜在能力啊 激发出来的可能的发展前景 或者可能具有的能量 他现在可能没有体现出这样的一种能量 但是呢 我通过倾向测评去测量 如果我对他加以适量的训练 适量的培训 他是否能够掌握我们这个工作技能呢 那我通过倾向测评 就可以得到这种结果 还有一个是智力测评 这个智力测评 跟我们的日常理解就是一样的了 那就看看你的这些员工智力水平如何 你一个人呢 你智力水平不同 你表现出来的外在行为就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我用来测验一个人的 他的思维能力 理解能力 学习能力 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 这跟你的智力水平是直接挂钩的 我们用伤人一点的话 你聪明的人 我教你一遍 你就懂了 你说你要蠢 我教你多少遍 你都不一定能弄得清 这个工作到底是干嘛 所以这就是我们有些工作 对于人的反应速度 人的学习能力要求特别高的话 智力测评就很有必要 那么还有人格测评 人格测评是根据你的性格 生理特质 气质 兴趣 价值观 社会态度 主要跟性格方面相挂钩 这是人格测评 以及还有能力测评 能力测评呢 是为了测验求职者 某一方面 你的能力如何 有针对性的去设置 实施的一些测验的内容 那么特别是能力测评 和我们前面的倾向测评 和成就测评 容易 搞混 弄不清楚 所以我们就要掰扯清楚 成就测评 是我经过学习训练以后 你的实际能力水平 而倾向测评呢 是潜在的 是有可能的 如果我给你适当的训练了 你能不能够完成呢 这是我们的倾向测评 而我们的能力测评 是说 看看你在某一方面 具不具备这个能力 具不具备这个能力 所以你看就 比如我们在招警察的时候 你自己的体能要求就比较高 对吧 那你看呀 那你的银行求知一般的工作人员 我对体能就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啊 所以这个能力测评 不太一样的 来看一下例题 用于检验员工 能否经过适当的训练 我就掌握某项工作技能 这个测评方法属于什么呀 这是我们说的倾向测评的内容啊 好 那么第一个是心理测评 那么其实更多的 咱们平时用的更多的是考试 简称就是笔试 让你做一张卷子呗 把你会的不会的 我们通过题目给你来展示 来了解你的内容 那么第三种方法 可以是情景模拟考试 我给应聘者一个模拟的一个情景 对吧 你对于你可能进入的这些职位 我编制一个 我编一个 可能跟实际工作你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呀 一些场景啊 那我要求你来看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解决呀 对不对 我来看看你的潜在能力 你的心理素质的一种方式方法 那么其实日常生活用的最多的就是 鄙视和面试 面试 通过跟这个面试考官的人啊 跟他面对面的沟通 去了解你的能力情况 所以这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方法 好了 那我们非常快速的 把我们的员工招聘内容 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有关员工培训 将在下一讲给大家展开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谢谢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